每一年的圣诞节 圣诞老人都会带走一个孩子 但去年圣诞老人带走小白后 紫菜也没有来过 请问为什么 啊 这该不会是 伪装成圣诞老人的人贩子吧 带走的孩子都被他卖掉了 但在最后一次带走小白的时候 终于漏网被警方逮捕了 那当然是再也没可能回来了 这个推测还蛮有逻辑的呢 非常棒的猜测 但圣诞抓走孩子可不是为了贩卖哦 不是为了贩卖 让他抓走孩子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抓走那么多孩子 总不能把孩子当宠物养吧 宠物吗 这些孩子真的是孩子吗 不会是小动物吧 小孩其实是森林里的驯鹿 圣诞老人带上他们 是为了凑够驯鹿来拉雪枪 这也太童话一点了 虽然很有趣 但不是哦 孩子就是正常的人类了 不过带走孩子确实是有特殊意义的哦 我忽然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都有点不敢讲了 啊 是什么呢 圣诞老人可能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商人犯 他每年补装成圣诞老人 用送礼物的方式把孩子又拐走 天呐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这也太可怕了 而小白就是拉你最后的孩子 打住打住 没有这么血腥了 孩子们都活得好好的 才没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难道圣诞老人不是坏人 圣诞老人对孩子们是没有恶意的哦 圣诞老人带走孩子 并不是为了伤害他们 是的 他并没有恶意 我忽然有了个猜测 会不会这里的孩子生活环境都很困难 他们的家人经常对他们实施虐待 圣诞老人带走了一些孩子 反而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嗯 难道圣诞老人不是坏人 那倒也不是哦 虽然他不是什么大坏人 但也不是救世主楼 嗯 怎么感觉这次还挺复杂的呢 抓走了孩子 但又没有恶意 嗯 让我想想 真是太奇怪了 难不成他很喜欢孩子吗 难道他是在寻找什么吗 也许他是一个因为丢了孩子 而精神失常的父亲 抓走孩子的目的 其实是想找回自己的亲人 虽然不对 但他确实在寻找精神上的某种东西哦 精神上 等等 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带走了孩子 但是又没有恶意 难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是的 可是为什么他带走了小白后 就再也没来过了呢 难道小白有什么特殊之处 没错 这很关键 小白很会讲笑话 和圣诞老人聊得很开心 两人成了朋友 就不孤独了 两人确实成了朋友 但不是这个原因哦 并且圣诞老人只有小白这一个朋友哦 只有小白一个吗 之前抓走的孩子难道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吗 没错 是这样的 啊 这是为什么呢 难不成他的脾气很坏 总不能是他长得太吓人了吧 虽然误打误撞 但你确实说对了 这位圣诞老人虽然想讨孩子喜欢 但长相非常恐怖 看见他的孩子都怕他 那小白为什么不会害怕呢 我想到了 小白该不会是盲人吧 那一切都说得通啦 孤独的圣诞老人 因为长相下人没有朋友 但小白是盲人 看不见他 圣诞老人终于交到了朋友 就再也不用去找别的孩子啦 没错 恭喜你们答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个赞加个关注吧 有猫饼海鸽汤 为你带来更多好玩有趣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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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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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